中国人真是奇怪的民族 他们竟然 没有一点反抗 杂一进来 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 这个民族 需要重新调教 南京大屠杀究竟有多么可怕 由于当年的种种影像过于血腥 被禁播了数十年之久 直到近几年来 才终于被解封 人们也慢慢了解到了南京大屠杀中的更多内容 1937年底 日本人已经达到了南京城下 他们使用空投的方式 向南京城内发放了打量的投降稿之书 要求这里的国民党士兵 立刻交出自己手中所有的武器 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保命的机会 然而面对日本士兵 倍率无耻的威胁与利诱 我国的士兵并没有选择立刻屈服 而是在这里又和他们进行了 每期一个多星期的战斗 只可惜由于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后期援助 国民党方面也不愿意给他们 提供更多的物资支持 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南京城的大门就被彻底打开 所有的国军士兵都变成了战俘 日本人打要打败地进入了南京城之中 第一排走着的是负责本次战争的 日本军部最高长官 南京发生的一切 都是为了圣战的需要 绝不许可 向外泄露 为了维护帝国的力 军部特别指示 他们骑着高头打麻 对南京城里的老百姓不屑一顾 而跟在他们后面的日本士兵却非常的卑微无耻 刚刚进入城中他们就已经和欢迎他们的老百姓产生了冲突 这些人对旁边的女性动手动脚 想要强行将他们按在地上进行监污 然而却受到了这些女子的共同反抗 在马队被惊了的情况下 日本人干脆对着群众直接开枪 要求这些老百姓立刻跪下选择屈服 否则就会将他们全部杀死灭口 当时的南京城内除了我国的老百姓以外 还有大量的外籍记者以及外籍的友邦人士 为了不让这些人说南京城中即将发生的种种一切 日本人使用了非常非恋无耻的办法 他们将南京城内的所有外籍记者全部集中到一个房间里面关押起来 没收他们身上所有的胶卷和相机 不允许他们向外播报真实的情况 与此同时他们又对这些外籍记者进行威胁和利用 告诉他们只要愿意帮他们做所谓的和平使者 就能够从日本军部那里拿到更多的利益 只可惜面对日本人的威胁 大部分的记者都因自己专业的知识素养选择了拒绝 而南京城内的情况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首先被日本士兵抓走的国民党士兵 大多被他们用机枪扫射的方式杀死在了南京城的郊区 并将他们的遗体当作垃圾一样拥到了河里 而南京城内的成年男性也被日本长官下令全部抓了起来 这些人会被送到日本军营之中 给他们的普通士兵充当练习刺刀的工具 直到这些人能够面部改色心不跳地将中国人的头颅活生生地砍下 抱在自己的怀里在大街上随意走动 才算是彻底从学校里面合格毕业 这些人在这之后会变成真正的冷血杀手 街上的其他少女和少妇也很容易受到这些日本士兵的侵略 他们会将这些少女当成垃圾一样 直接按到地上对他们的身体进行侵犯 之后再对他们进行嘲笑 就连那些怀孕的妇女也不能例外 他们肚子里面的孩子会被日本士兵抢到刺刀之上 以此来展现自己的威武 南京大屠杀持续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三十多万的老百姓都死在了日本士兵的手中 还有大量的妇女被日本士兵抓到了军营之中充当了他们的为安抚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羞辱和伤害 但一直到最后为止 这些日本军部都不愿意向他们道歉 更不愿意承认他们当年究竟做了怎样可怕的事情 战争结束很多年以后 日本大屠杀的真实影响终于被放了出来 然而此时幸存者却大多都因为时间的流逝直接死亡 再也没有人能站出来指认日本士兵了 感谢观看